等一下 等一下 靠边停 那是他吗 世相先生 世相先生开的甜品店 有一个月了 我看您开会忙 就没和您说 过得挺充实啊 可我女朋友今天生日 她就想吃你们家的四大天王 我从敏航那边做季节过来的 好 这样 我 我想办法 您稍等 稍等啊 稍等 刘总 您今天还开会 您看你的午饭怎么解决 要不 便利店随便买一点吧 好嘞 这个怪我自己私留了 先点您 谢谢老板 绑马 昨天我有女朋友 不过 算 没事吧 祝你幸福 拜拜 拜拜 谢谢 欢迎下次光临啊 还有这么多人啊 不好意思啊 我们今天的蛋糕卖完了 下次再来吧 一块都没了 对不起啊 那个 就要蛋糕卖完了 明天可以早一些来 我们尽量多做一些 好吧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拜拜 你这干嘛去啊 我给隔壁串点的老板 去送蛋糕 好 拖了 拜拜 算一下是吧 老正 生意不错吗 还行还行 那您二位聊 我去送蛋糕 蛋糕 艾米 你回来 老正您来是找我 我买点蛋糕 买蛋糕啊 对 那个 是这样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是老正 这是艾米 我的伴侣 你好 你好 你的蛋糕一会儿 给别人家做一份 这个给他 老朋友 这 这 多不好意思啊 那谢谢您的钱 没关系 那 多少钱哪 向您 不用钱了 这还给我钱哪 请您吃了 那 行 我走了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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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 没走远 那你着什么急 拜拜 咱们现在送客 咱还这么送呢 那可不嘛 整排形象你忘了 微笑笑起来 要动 您在前面 你干吗呢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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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你能不能别老动手动脚的 今天蛋糕卖得好 我跟他庆祝一下 你有什么问题呢 你可以庆祝啊 那你这手往哪儿搭呢这是 我这个 我这 我解释一下啊 我这个是 友谊的一搭 我今儿心情好 我不想跟你吵 注意点自己的言行举止 好了好了 没事的 大家今天都累了一天了 就别绷着了 不过 孙大叔 刚刚那个男的是谁呀 感觉对你蛮重要的 一跟他讲话 整个人的气场都变了 谁啊 这个 没谁 就一朋友罢了 这样啊 今儿我挺高兴的 咱们这样 完事之后 我请各位喝一杯 我做动 如何 我觉得今天大家都挺累的了 不如早点休息吧 我这年轻的字典里 你不要有累这个字 好不好啊 别扯年轻人啊 是你的字典里 没有累这个字 你只有一个字 玩 你 向董事长 您要是不累的话 就继续留在店里干活 大明 去把工作服换 生路送你回家 不是 不是 我不 别拎你 我不 你吓我一跳你 胜负已分 别垂死挣扎了 你不是在他里面吗 你怎么在这儿啊 管着吗 我 从辈分上来算 你该叫我三哥你知道吗 你等会儿 我没睡 我以为你累了 郭老师啊 今天你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对 年轻人的字典里啊 是没有累这个字的 所以下午就是应付一下向大叔 不过你飞个今天大手这个动作呀 他肯定也是无意的 你以为要往心里去 怎么会 我懂他的 他那个一搭呢 看似是有心无意 其实啊 是故意做给别人看的 给谁啊 今天买蛋糕那个大叔呗 不过我八卦一下啊 这个大叔是不是跟他前妻有关系啊 我又没看见是谁 行了 别八卦别人的家事了 是不是前面那个红绿灯又怪啊 前面那个红绿灯 靠边把我放下吧 怎么了 时间还早 我也不累 想一个人去坐会儿 约了朋友 没有 没 反正回家呢也是自己带着 所以有的时候 就喜欢自己在外面坐着 看看路边人来人往的 就觉得自己没那么孤独 其实有时候啊 我也喜欢 独自一人在人群中 就觉得很温暖 那 今晚不如让我请你喝杯咖啡吧 就当感谢你今天的剑尹薇 我什么时候剑尹薇了 像大叔的那个友谊的一搭 我保证不会打扰你的 你看 你看你的书 我发我的呆 咱俩一块儿虚度一会儿光阴 不是挺好的 好吧 好累啊 以前吧 上班觉得累 想着呢 有一天自己做点啥 就没什么累了 现在倒好 比上班的时候更累 你说说有没有什么 轻松一点的活法 有啊 有啊 什么呀 去死 去 不过我倒是觉得你忙一点好 比你轰轰噩噩噩的手帅多了 真的 那当然 那是 我李杰森帅子贯穿一生 不过经你这么一说啊 我好像觉得没那么累 我决定 犒劳犒劳你 请你吃最甜的甜点 就是我自己 你 你别过来上班 那天我告诉你 你还不如来点什么实际的东西 你想要什么实际的 我说的意思是 你请我吃点什么好吃的 比如说一些什么鲜香的东西啊 那还不容易 我请你去最好的商场吃食料去 你别骗我啊 我李杰森说到做到 赶紧干活下班就走 来 郭老师啊 你手里的这杯 老年人专属低音咖啡 味道怎么样 挺好的 那虚度光阴的感觉呢 也很好 说实话 上一次这么晚喝咖啡 还能静静地看看书 我都忘记是什么时候了 那你说你每天就这样 两点一线 多无聊啊 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 才能忍受这样的生活 这么简单的事情 需要什么勇气啊 没有道理 但是我觉得吧 忍受无聊是这个世界上 最需要勇气的事情 郭老师 我敬你是个勇士 就想损我 不干 走走走走走 到了 就这家 怎么样 这就是你说的日料啊 日料减撒也是日料啊 而且价钱优惠 您可真棒 你尝尝就知道了 可好吃了 两位 你吃啊 你不知道我不吃碳水吗 那我给你加一份沙拉 服务员 加一份沙拉 好 你先喝这个热汤 骨头汤可好喝了 你不知道我不爱喝热的吗 难不倒我 还冰着呢 喝了 你不知道我喝养的多 都喝一排的吗 姑奶奶你先喝这个 我再给你买一排行不行 那笔扣马 我现在扣 还不是为了以后的财富自由吗 我告诉你 现在哥可是有梦想的人 我在想啊 等下个月我分了红 我要带你吃一顿 正宗的日料好不好 吃哪家 下个月再说 饭后散散步 能活九十九 那边有个商场 待会儿我们去逛逛吧 逛什么呀 身受你日料打击以后 现在我只想回家 回家也行 家是心灵的港湾 家是人生的驿站 回去 大哥 您说得太对了 家是心灵的港湾 人生的驿站 全新楼盘了解一下 不用了 谢谢啊 不是 闲着也是闲着 了解了解也无妨嘛 我看看 多少钱一瓶了 六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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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贵啊 家里没矿不敢了解喽 家里没矿不敢了解 大哥 油份传单也行 上面有我名片 有需要随时联系我 行行行 留一份吧 好 大哥 现在买不起 早晚有一天会买得起的 谢谢啊 还早晚有一天会买得起 真意思啊 你说现在这房价这么贵 咱们算一笔账啊 平均我一块蛋糕卖三十块钱 三十 六万块钱一瓶就是两千块蛋糕 合着我杰森丽每天起早贪黑 没日没夜的还不算成本 也就购买一块砖的钱了 所以你就别愤青了 本来现在房子也不是卖给咱的 对不对 打车回去吧 现在才几点啊 坐地铁 我看看前面有吗 不是前面有地铁吗 你等一下 我搜一下 子倩说得没错 这房子看着真好 日料也罢 房子也罢 以前的我没有想法 而现在的我有了想法 却又能怎样呢 我只能开开玩笑 装作轻松 用玩笑去对抗现实 但是有时候玩笑开多了 到最后自己去想个玩笑 那边真的有 有吗 那边 走走走走走 在哪儿啊 前面啊 快走快走快走 好 凡事过去皆为选取 结局是好 一切备好 挺好的 这是莎士比亚的十四行情史 自自如尽 我说得挺好的 不是说这首诗 是说崔老师 这个人是熟学系的马老师吧 嗯 崔老师现在应该过得挺幸福的 嗯 郭老师啊 其实我觉得你和崔老师都是特别好的人 只是 怎么说呢 我举个例子吧 你们两个就像鲸鱼 虽然是同类 但频率不同 所以很难有交集 崔老师是听我的 也许 也许 我就是世界上唯一那只 五十二赫茨的鲸鱼艾利斯 别人都在十五到二十五赫茨之间 我的赫茨里 没有别人 那可不一定哦 这只艾利斯的鲸鱼 是在一九九二年被发现的 可是鲸鱼早在五千三百万年前 就在海里生活了 这大海无银 你怎么知道五十二赫茨只有你呢 那我该怎么办 继续游呗 没事别老在家带着 出来喝喝咖啡 说不定就遇见了 今天晚上这可不算虚度光阴了 你真的给我好好地上了一课 谢谢你 艾老师 郭老师别闹哦 吓得我了 反正这个不是在学校 而且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不过说真的 你真的不太一样 你的想法很独特 认知也很与众不同 每次跟你聊天既轻松 却又觉得有所得 郭老师 你可别往我脸上贴金了 我也算是 零零后口中的老阿姨了 就对人生多了点感悟呗 想当年 我要是在国里 不懂事拍第二的话 可没人敢拍第一 你还有那个时候呢 嗯 我怎么不知道啊 你是历史系的 我又不是 你哪能注意到我呢 那个时候啊 我每天都是过得昏昏饿饿 白天上课六号 晚上甩手喝酒睡觉 不过 你的历史选修课 我大一的时候还报了呢 我的课你全撬了吧 你不上我的课 对你来说 可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啊 那你怎么后来变了呢 就是有一天 我喝酒喝到学校开门才回去 然后看到同学们 都是收拾得整整齐齐 准备迎接新的一天 而我呢满身酒味 奔向宿舍爬向我的床 我那时候就想 要不我就别读书了 还浪费钱 后来又一想 所谓游戏人生 我这不就算是 被人生给游戏了吗 于是我就决定 重新开始 顿然醒悟了 可以这么说吧 那时候我就立下了读试 三个月 不喝酒 不蹦迪 不甩手 好好上课 后来呢 发现我每天的时间 就变得大把大把地多 闲置也是无聊 就开始读书 然后就告别了过去的爱命 不错 浪子回头金不换 温老师啊 你这一句话 把气氛都搞没了